进来呢我们来认识一位眼里疲惫 且耐心守护的男人 他常年啊实际上都没有一千块钱 但是呢却敢做五百个孩子的爸爸 来吧咱们一起来认识一下 画面上这位憨厚朴实的老师 今年五十六岁的刘爱业 原本呢是湖北隋州市技工学校的一名老师 有一次呢他和同事啊到农村去招生 一名三十多岁的女子拉着他们呢 去家里看看他有智力炸的儿子 对他说这孩子没上过一天学 他这辈子该怎么过呢 这个无奈的哭诉让刘老师深受震撼 他萌生了创办残疾人学校的想法 而几年来省吃减用攒下的一笔笔钱 在二零一零年九月的时候 随线博爱特殊教育学校正式成立了 学校一开门啊刘老师就傻了眼啊 他呢没有做任何的宣传 竟然一下子涌来了一百五十多名学生 由于呢是第一次独自离家 很多孩子呢非常的不适应 很晚还不睡觉 有的是大吼大叫 有的是围着操场是一圈一圈的疯跑 刘老师只能够跟老师们一起不眠不休 满操场的去追着孩子跑 深夜啊 他们把孩子一个一个的哄回了被窝 累了困了也没时间平复一下 复杂的心情就被每一天繁杂的工作 给推着往前走 刘老师说啊 回想过去十几年 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过来的 嗯 为了让孩子们能够学有所成 刘老师也自己摸索出了一套模式 对智力较低的孩子重点补习文化课 让全忙的孩子学习按摩 爱好文艺的孩子呢学习音乐 智力正常 但是肢体残疾的孩子去学电工 电子技术 计算机应用 好几次呢实在坚持不下去 想要放弃啊 可看到那一张张无忧无虑的脸 他又打消了念头 继续咬牙坚持 学生从七岁到三十岁 全部是残障人士 学校食宿全包 日常的卫生用品呢 都是免费提供的 而还要四处去想办法 推荐孩子们去就业嘛 所以你想 就这样的一个大家长 他身上的担子 真的是可想而知的 为了维持学校的运转呢 刘老师呢 还招呼全家都参与进来 中了几十亩地来补贴学校的费用 他说啊 不怕你们笑话 我身上的现金呢 从来都没有超过一千元 十二年以来呀 随线博爱特效 先后接纳了残疾青少年五百多人 学习培训康复脱养 大部分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有不少以前生活不能自理的孩子 不再需要他人照顾 而且还可以分担家务 还能干农活 一些孩子还开店创业 当上了老板 孩子们呢 变自立了 也有了好多归宿 刘老师呢 打心眼里也非常的高兴 他说啊 接下来呢 想以学校为平台 带动更多的爱心人士 参与到助餐事业当中 你看这就是 朴实的人 做着伟大的事儿 谢谢你 刘老师